阿摩斯书第八章 主耶和华向我显示 我就看见一蓝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 阿摩斯,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一蓝夏天的果子 他跟着对我说 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不再放过他们 到那日 圣殿的歌声必变为哀嚎 失手众多,抛弃各处 你们要竖竞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践踏穷乏人 又除掉国中困苦人的 你们要听这话 你们说 月朔什么时候过去 好让我们可以卖五穀 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 好让我们可以开始卖穀物 我们卖东西 就把生豆弄小 收银子却又加中了的砝码 我们要用假称欺骗人 我们用银子买穷人 用一双鞋换取穷乏人 连卖穗也卖掉 耶和华指着雅各所夸耀的启示说 我必永远记着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地不应为此震动 所有住在地上的不应悲哀吗 这地必向尼罗河高涨翻腾 向埃及的大河退落 到那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 在白昼使地变成昏暗 我必使你们欢乐的节旗 变为悲哀的日子 把你们的歌声都变为哀哭 我必使你们个人腰树麻袋 头都剃光了 我必使你们悲哀 好像丧了独生子 自始至终都是痛苦的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 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 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 他们从这海漂流到那海 从北到东 到处奔走 要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见 到那日 美丽的少女和勇士都因干渴婚倒 那些指着撒玛利亚 亚世玛女神起誓 或是那些指着淡的神 或别世巴的神起誓的 他们要倒下 再不能起来 我必然不见得来 这些指着淡的神起誓